海峡市长大口城市论坛正式拍幕 青触屏幕象征产业曙光照进两岸港湾 金龙市长谢国良利用周末赴大陆深圳 共同举办首次海峡两岸港口城市论坛 在表现这客区原精神的水晶制作的开光游光腰 而金龙市府则送上大师留佣绘制的和平之春词盘 象征两岸和平共好 促进港口城市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深圳是大陆中澳的出口港市 2022货柜吞吐量位居全球第四 而金龙港作为亚洲最佳游轮母港 致力打造微笑港湾 发展观光修器 借近彼此的优势呈现新的港口风貌 而市长谢国良至此时讲到这一句掀起论坛高潮 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在民进党的主政之下 两岸是非常的兵凶杖 所以我们希望两岸的港口城市的交流 会带来更多的和平跟稳定 多一分了解就可以化解更多的误会 廣腰两岸政产学界代表 围绕港口城市海洋运输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讨论 也达成十点共识 两岸港口城市论坛 将每年邀请两岸港口城市参加 逐步搭建计台下两岸港口城市交流和走一台 基隆市府担任领头阳 开创两岸港口城市论坛先锋 地方政府释出善意和对岸交流 创造更多福祉活络 在地商机 昨天新闻林佩杰邓志远 在深圳的采访报道